今天上午台中市长当选人林佳龙前往市府 拜会市长胡志强 胡市长以珍爱的正板桥诗句和林佳龙共勉 并且说如果林市长有任何的需要 可以随时找他 林佳龙除了向胡市长请义 也提出了两个请求 一起步入台中市政府礼宾厅 当选台中市长后 林佳龙首次拜会胡市长 胡市长将放在市长室 勉励自己的正板桥的诗送给林佳龙 林佳龙希望在25日就职后 能让市政无缝接轨 也希望竞选期间中央开的支票能够兑现 今天来这里一方面是请义 同时也是有一些请求 指定一个窗口 然后也可能可以给我们的局处长 跟现任市府的局处长 可以来直接的联系请义 这样多方的来联络进行 我相信会无缝接轨 希望协助台中市跟别的城市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 竞争 所以我一定全力 两位市长都说台中是共同的爱人 胡志强对于任内推动的各项市政建设 要盖瓜托付 但他必须尊重新任市长的决定权 而林佳龙则说 他会全力推动台中国际花博 即举办东亚清运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写 王源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博物中采访报道 我论市长的决定权 用决定权